康明凯会见记者接地气 不谢政府谢国民 重启中国议员调查 WHO召集新专家小组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9月27日 欢迎收看第三期的《孟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不像孟晚舟凯旋的豪情满怀 与宣言般的对外谈话 以及由此带来的举国欢腾 在中国监狱里 路过了一千多天 暗无天日囚徒生活的康明凯 在搭班机回到多伦多后 却心态良好 非常平和 与家人在一起也惊险问心 尽管身为资深外交官 却也不像孟晚舟那样 喜欢讲外交辞令 给人感到就是一个很接地气的人 康明凯星期日在妹妹波莎家中 与妻子纳吉布拉 一同接受Google News节目的专访 身穿浅色衬衣和蓝色牛仔裤的 康明凯挂着微笑 精神看来不错 他一开枪即表达对国民的感谢 并不像孟晚舟发言感谢 只感谢领导 康明凯说 我想对所有江大人说 非常感谢你们的鼎力支持 感谢这么多人做出的一切努力 帮助斯帕弗和我 让我们能够回家 康明凯在受访时 双手一直紧握身旁的妻子和妹妹 他续道 当知道有这么多人留意和关心我们的情况 以及做出这一切的努力 协助我们度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 这真的叫人非常感动 我们现在很开心 我很高兴回到本国和家人在一起 我真的很期待和朋友和亲人再次联系 然后走出去 好好欣赏加拿大所有的美丽事物 我非常高兴 非常感谢你们 纳吉布拉望着久违了的丈夫 绽放出难以置信的笑容 并语带激动地说 感觉美妙 实在难以言语 现在很难找到合适的言词来形容 只有海一半身的感恩 以及无量的欣慰 并为这一天终于来临感到高兴 迈克尔回家了 他很安全和健康 我们终于做到了 把他们带回来 这全赖于在过程中 与我们同行每一步的所有国民 仅两周前 我们还在为争取他们获释 而举行步行七千步的活动 如今他们终于重获自由回到家国 感谢你们 被问到在街场与丈夫拥抱的一刻有何感受 纳吉布拉表示难以形容 然后说不上话来 在旁的康明凯就巧妙地祝他一把 那是难以形容的热情 我们就说到这里吧 谢谢 三人都笑起来 对于这两天将会如何与家人庆祝 康明凯表示 过去超过24小时以来 他只睡了两个小时 所以完全还未想到庆祝这些事 对新冠病毒来源的调查 由于中共方面与世界卫生组织的不配合 已经成了一项难尾罗工程 华尔街日报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正召集新的科学家团队 试图重启新冠疫情起源调查 但可能面临来自中共的阻力 报道指 世卫正重启陷入停滞的新冠溯源调查 世卫官员警告 对于查明该疫情如何爆发 所剩时间已经不多 迄今为止 这场疫情已造成全球余470万人失去生命 世卫正召集由约20名科学家组成的新团队 将委任他们在中国及其他地方 寻找疫情起源的新证据 团队成员包括实验室安全专家 生物安全专家和遗传学家 以及生肝病毒如何从自然界扩散开来的 动物疾病专家 根据世卫官员 这个新团队受命调查疫情起源可能性 包括新冠病毒是否可能源自实验室 这项假设尤其使中国感到愤怒 这个团队名为新病原起源科学咨询小组 将是常设委员会 将协助世卫调查未来爆发的疫情 以及确认造成新疾病出现风险增加的人类活动 该小组部分任务将是负责调查现今疫情起源 世卫官员表示 将在本周结束前选出新团队成员 但只要僵局仍然存在 迄今尚不清楚 该团队是否能够派专家搭击前往中国 或在解决疫情起源调查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数月前 世卫领导的另一个团队 曾赴新冠首例爆发地中国武汉市展开调查 该团队在最后报告中指出 在这次任务期间 中国科学家提供的数据不充分 无法回答关于疫情何时 何地及如何开始散播等关键问题 世卫当时挑选由大约10名外国专家组成的团队造访武汉 他们建议中国相应专家分析血库 检测农场工人及进一步详查最初可疑病例 中国至今仍未说明是否展开这类工作 而原本的世卫调查团队却已经解散 美国政府及新盟邦持续敦促世卫 继续展开新冠疫情溯源调查 但中国抗拒并主张任何其他新的调查 应聚焦其他国家 并包括美国在内 以上就是本期《妄为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